看到的蔣衛川跟他的兒子就是我的爸爸蔣松柏 在他們的對話裡面 那秋霞都聽進去了 那秋霞活到92歲 在他90歲的時候 其實是我記得我在他身邊也是一天一夜 這是象徵性 就是說我去美國訪問他的時候 我沒事做嘛 我天天都陪他聊天 我就覺得他講的東西好精采 可是很多東西我聽不懂 可是呢我是很好的學生 所以我把他寫的都 他講的都記下來 我記了30年的筆記 記了厚厚的不只一本 有時候紙條 有時候是他寫信給我 有時候是反正乱七八糟 我就都堆起來 一直到疫情 2020年我媽還活著 她在美國 我把這些東西翻出來看 那因為我研究講味水的歷史 所以我這整個變成媽媽講 1920年的東西 我就聽得懂了 所以我就把他寫了 我就跟媽媽說 我要把你的東西整理出來 現在反正都不能出國不能幹嘛 我就開始寫這樣 我媽媽很高興 這個名字是他同意的 可是呢我才寫了五六篇貼到網路上 還沒有出版的時候 我媽有一天睡夢中就走了 那是感恩節 2020年我年初開始寫 然後感恩節11月 我姐姐妹妹視訊給我 就說媽媽就是沒有病沒有痛這樣 92歲那時候 那我當時非常非常難過 我想說我為什麼30年都沒有動工 我到現在要寫 而他就走了 可是我很快就 我想我也有我媽媽的一種 豁達跟一種樂觀的看法 就是說我想媽媽是瞭解 我開始寫了 所以在媽媽過世之後 非常神奇的 我寫的好順啊 16萬字這麼多 那其中呢 我覺得有一段是不能不寫的 你們會看到